我們第一集是講法國的討論 很快一坐遊船出海就看到兩大主角 首先在右邊的是西北風級直升機登陸艦雷電號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船身 我們坐遊船剛剛出來就看到這兩大船號 而重中之重的主角大高樂號航空母艦就在他的左邊 很明顯這兩艘主力艦艇都是在維修 在大高樂號甲板上搭了一個棚 是用來維修它的甲板之用的 接著我們就來到潛艇區 我們守遊船就是在這裡 潛艇區就是在裡面 法國的核潛艇都是停泊在裡面的潛艇區 外面是刻意設計到 不容易被外界直接看到裡面 所以在這裡看到的東西都不算多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另外一個停泊艇的主要區域 這裡整個就是潛艇區 前面可以看到有很多艘發軍的主力艦艇 各位男士如果跟女朋友或老婆來法國旅行 都可以一起來這裡 因為馬賽和尼斯在土輪附近 馬賽和尼斯可以順便來土輪 很方便 你坐火車來土輪 在土輪火車站 行20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賽遊船的地方 在大家正前方的一艘艦艇 是三方級獵雷艦摩蝶星號 為什麼叫做三方級呢 是因為法國當年和荷蘭和比利時合作研發的 接下來在大家眼前的這兩艘艇 就是杜倫斯級指揮及補給艦艦 除了補給的功能之外 都可以作為海上指揮中心之用 接下來我們走遊船 繼續走到這個區域 看到的艦艇就越來越清楚了 這兩艘是一舊一新 左邊是最新的地平線級防空驅逐艦 右邊是比較舊 80年代興建的反潛驅逐艦 這艘舊是1960年代興建的 保安司令號護衛艦 但在它左邊也是最新的 亞基坦級多用途巡防艦 亞基坦級多用途巡防艦 和地平線級防空驅逐艦一樣 都是法國和意大利共同研製的 地平線級防空驅逐艦 和亞基坦級多用途巡防艦 都可以說是當今歐洲大陸 受屈一指的先進艦艇 這兩款艦艇服役之後 法國海軍的作戰能力 一定會大大增強 亞基坦級多用途巡防艦 分為防空型和反潛型兩款 它們都可以攜帶 法國自行研製的陸工巡航導彈 接下來看到的就是 法國海軍的 或時代之作 破天荒的拉法業級巡防艦 現在我們手遊船 就快離開主要艦艇停泊區域 其實幾百年來 法國海軍一直是歐洲大陸上 最強的海軍 而現在法國海軍依然保持這個地位 法國海軍近年的佳作 就是西北風級直升機登陸艦 它的設計優良 兩棲登陸能力強 連俄羅斯都想買 雖然最後俄羅斯就買不成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就是 卡薩爾級防空驅逐艦 卡薩爾級防空驅逐艦 好快就會被 兩艘亞基坦級 巡防艦防空型代替 戰力將會有幾何級數的上升 接著我們就看到 第二艘西北風級直升機登陸艦 法國總共擁有三艘西北風級 當日在討論 就看到兩艘 第三艘當時被派到太平洋地區 和美國等盟國進行軍演 在這裏 在法國討論的遊覽行程 就差不多完結了 剩下看到的主要都是 一些退役的舊艦 我們所遊船就到這裏 正在回去咯 我們來得聞一下 我們是第二位 現在這個 有一個很簡單的 在那裏 我們全部都是 我們先轉 我們先轉 我們先轉